在我小的时候 要是谁家能有个老任家的红白鸡 当时在小伙伴中一定是众星捧月的存在 那么后来突然有一天 有一个同学家里来了一个高档货 据说是美国的亲戚带回来的 比我们的还高级 而且还带饭盖 长大之后才知道是老任家北美市场发布的灰鸡 也就是NES 但是即便是这样 也给童年的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时光仍然岁月如梭 30年之后的今天 终于金水也拥有了自己的NES 今天金水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2024年首款的迷你电脑 I-NEW的RATIO系列的迷你PC AM-02 由于这次是零微寿命 而且收到的是工程样机 咱们这次就不给大家开箱了 我们来简单的先看一下外观 整个的外观和造型 各种细节都非常高度的还原了 NES游戏机的经典的外观 不过说话 认识这款游戏机的 应该目前都有孩子了吧 它三维是146 x 134 x 48 不算脚垫 大小不到一升 在0.9升左右 体积还是非常迷你的 整个机身是两段式的配色 都是金属灰 一个深灰 整体的喷涂的质感非常好 看起来像金属一样 但是其实是塑料材质 大家可以看到 顶部除了散热格栅 就是一块极为醒目的 4英寸的屏幕 它的分辨率是960 x 400 60赫兹的刷新率 有这种尺寸的屏幕的小主机 金水还是头一次看见 而且它还是一款触控屏 这块屏幕是基于Linux定制的 独立系统来控制的 它可以实现显示FPX游戏的数据 可以切换性能模式 它可以显示实时的天气和时钟 个性化的动画 它可以用来调节音量等功能 你说我要是能把它改成软路由 NAS两个按键都重新做了设计 并且移到了顶部 按下红色的按钮 它就会打开前盖 大家就可以看到一个全功能的USB4的C口 两个USB3.2进2的A口 和一个3.5的音频口 这些接口都非常好的隐藏其中 这种开盖的结构也是很好地解决了前置面板不美观的问题 不用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盖起来 需要的时候一按开关它就可以开启 反正按来按去我觉得还是挺解压的 旁边的这个透明的按钮就是电源的按钮 通电之后会有白色的背光 感觉有一点水晶的感觉 这应该是我目前见过最好看的电源按键了 没有之一 好我们来到背部的IO 背部有两个USB2.0的A口 一个HDMI2.0 一个DP1.4 两个网口 一个是2.5G的 一个是千兆的 一个USB-C的供电单元 支持100瓦的PT供电 一个安全锁都锁孔 底部是散热的进风口 4个脚垫和4个固定的螺丝 还有两个壁挂的孔架 你可以通过专用的挂架 把它固定到显示器上或者挂墙 都是没有问题的 由于是工程样机 进水拿到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包装 是一个100瓦的淡化夹的电源 加一根充电线 Ionel AM02 全系搭配了AMD的Riden 7 7840HX 8核16线程 CPU最大锐频5.1GHz 4nm制程工艺 TDP功耗在35-45W 采用的是AMD最强的核点 7840M 最大的频率是在2.7GHz 设备支持最大64G的DDR5的内存 NVMe支持PCIe 4.6 理论支持最大8D的双面颗粒 那么金水这次拿到的是 16G加1D的版本 标配Intel的AX210无线网卡 支持WiFi 6E跟蓝牙5.2 本次的ISBASE升级到了2.0 并且针对键盘和鼠标的兼容性 有了进一步的优化 整体的管理的体验性 也有进一步的提升 配合触控的屏幕 可以在游戏时候 切换性能场景的模式 和FPS游戏覆盖层工具 等常用的功能 全新的扶屏工具 新增了虚拟的AIA键 鼠标单击可以开启小窗 长按可以开启ISBASE软件 好 总结 作为AIA Neo进军 迷你主机领域的第二款产品 那么也是他们的第一款 高端旗舰迷你主机产品 那么无论是从硬件 还是到外观 从设计到配置 无一步体现着AIA Neo的复古性的审美 这种配置的组合 无论你是办公还是游戏 都是可以从容应对的 由于是工程样机的原因 它在某些地方 做的还不是太完美 等我拿到量产版之后 再给大家做详细的测试 AIA Neo AM02 从整机的造型 到细节的重构 复刻了经典的同时 又加入了创新的元素 很多细节都是非常高度的 还原了NES的经典的外观 独一无二的全新的复评 加前开盖的设计 让人眼前一亮 那么在这儿 我也希望 韦伯大叔跟AIA Neo团队 可以延续这种复古的概念风格 持续带给我们更好 更加经典的产品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 等金水拿到量产版 再给大家做详细的测试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和转发 YouTube小伙伴 记得点开订阅的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让你错过 我最新一次影片的推送 你的每一次点赞评论和转发 都是我不断更新的动力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秘能 我是金水 咱们再见